八万九千九的昂格赛拉 这都是夏天的事了吧 七月份 现在冬天了 怎么还不降价呢 对不对 五万块钱 你敢卖我就敢买 是不是 兄弟们 别急 我们看一下消息 情也降到了八万九 那么我们董车弟和比亚迪 去核实了一件事 大家听一下 降价是否属实呢 我们现在的话 终端确实是有一个现实优惠的政策 所以时机来了 两个事 第一个事 11月24号广州车展期间 比亚迪宣布了第600万辆车下限了 第二个事 比亚迪创了一个记录 说今年三个月 造了100万辆车的产能 那产能大师是厉害 但是你也得足够的销量去支撑 他年初放了一段狠话 说今年要完成300万辆的这么一个销量 那么截止到今年10月份 我们在董车街上可以看到 他完成了237万辆 还差63万辆 然后我又查了一下 11月份截止11月19号 他完成了加起来15万辆 所以是67减15 他还有48万辆需要卖 也就是说11月20号到12月31号 4012天的这么一个时间 他要完成48万的这么一个销量 能不能完成呢 好像很悬 但是最近有这么一个消息 说比加迪在压库存 说10月份前22天卖了十几万辆 那最后8天时间突然卖了14万辆 所以他10月份完成了30万的这么一个销量 有人说是把这个车 卖给官方二手车 卖给车商等等各种渠道去进行压库的 那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也不一定 因为为什么呢 这里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 那以前我在奥迪的时候 一个月30天 我前20几天就是在卖车 接待客户成交签合同 那最后7天到10天左右 我才开始集中交车 所以前面成交的客户 交车时间我能往后拖就往后拖 因为我得确保在前面 把我这个月的销售任务给完成了 讲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汽车销售如果不完成 他当月的任务 基本上是拿不到多少钱呢 你前面就算卖了几辆车 那个钱也会被扣掉 所以我之前那个店 一个月大概卖了200多台车 那么前面20几天只交100台 最后7到10天 我们就交100多台 甚至比之前还要多 所以是有存在这么一定可能性的 那么基于这个情况 我就给大家分享了一个 买车的小妙招 就是月底你去4S店买车的时候 那有时间在站在那个地方 接待你的销售 基本上它的销售任务就是没有完成 所以他一定要把你给拿下 你用屠龙刀砍 到极限 他能让就让 明白了吧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 如果说他在接待你的过程中 电话不断 一会有个客户要来销车了 一会要谈个什么事了 他很忙的样子 很可能这个价格你就谈不下来 因为他可能不缺你这一单 他任务已经完成了 你明白了吧 所以我们特别期待 就是这个月底的最后一周 比亚迪是否又能完成十几万的销量 是有一定可能性的 因为吹出去的女X 他肯定还是要完成 那么这次11月底的这个限时活动 他一定会有一定的时常反馈 那么往后看啊 12月份他肯定还是有非常大的 销售任务压力要去完成的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哎 你新能源车 混动车开始降 油车也得跟着降呀 对不对 不然他们比如说 昂赛拉呀 天翼呀 对吧 朗翼呀 这些车没完成怎么办 跟着降呗 是不是这样 机会来了兄弟们啊 我们拭目以待